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NiO NenTV 我是妞妞 我今天要來做DIY 就是用海綿做冉冉 這海綿是39元店 今天要來做可樂餅 而且念的時候會有 狂狂狂的聲音喔 準備的材料有這些 水菜 刷子 白膠 剪刀 海綿 塑膠袋 我們首先先把海綿 拿出來 外面布我們不需要 我們所需要的是裡面這塊海綿 我現在決定我可樂餅要多大 大塊的可樂餅 這是叫做親子DIY 所以是我跟媽媽一起做 因為這個海綿太厚妞妞撿不動 所以我請媽媽幫我撿 然後等一下我撿得動的地方 我來撿 絮絮的渣不要丟我們 等一下要做外面的脆皮 我來撿可樂餅上面的脆皮 我說真的太沒力了 我在下面做 你直接看在我這裡 然後我直接撿 把它撿碎碎的 差不多這樣就夠碎了 用剪刀先撿開一個刀 如果假的不好剪刀 用刀片切開也可以 刀片怕切到手就請大人一起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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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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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重的東西讓它壓著 它才不會彈開 這接放的地方已經乾了 我們現在要把表面都塗白膠 塗一半就好 因為我們整個手還要拿 我們塗到白膠準備生粉的 飽飽的 這一塊不要 不要黏 醬粉就等它乾 已經乾了 捏起來有酥脆的聲音喔 我們現在要來上色 紅色白色多一點 再混合顏色看看 白色也要混進去 我可以讓一顆一顆在那一點 我們剛剛修改了一下顏色 不行太大力不然會掉下來 塗完了要擺到明天等它乾 已經乾了 你們乾裡面有酥脆聲了 超香 我們還要加上它的肉 只需要白膠跟水彩 我要加入咖啡色的水 一滴滴的黑色 攪拌在一起 差不多拌成這個顏色之後 我們要塗在我們的麵包上 差不多這樣我們等它乾 差不多要等到明天 已經乾了 可是它的醬汁沒有很像 所以我們再用壓顆粒顏料 再塗一遍 希望它乾的時候會比較像醬汁 我們就瞄著它 就好 放著等它看看 明天會不會比較像醬汁 我們放了五天 因為醬有重新塗過一次 就會準備好了 蒜汁 你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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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們不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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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這個海綿39元墊就有喔 然後裡面什麼紙都行 塑膠紙都行 垃圾袋也行 建議你們整個都用牙克力顏料會比較棒 會更像 如果沒有牙克力顏料的人 也是可以用水彩完成它喔 只是推薦牙克力顏料覆蓋力比較好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按個讚 還沒有訂閱訂閱鈴鈴鐺 記得按訂閱 記得按下鈴鐺傳輸 訊息點燈之 像是聽每天我生氣第一個影片 加收看 鈴鈴鐺還有訂閱頻道 加上鈴鈴日常實況 我們這裡可以訂閱 它是在玩遊戲跟開直播 要訂閱才知道什麼時候開直播 這裡有關你們可以看 拜拜我們明天 見 我 呢 呢 呢 好